张松来许昌拜见曹操 满以为曹操啊 能够千功和蔼 礼贤下士 没想到 开始给张松来了个闭门庚 好几天没见 好容易见着了 这个曹操傲慢得不得了 根本没把张松 搁的心声放在眼里 而且瞅的意思 是打心里万万很腻味这人 张松刚说了这么两句话 曹操一甩袖子进了后堂 张松站在这儿 伸手摸了摸 袖筒里边暗藏着的那个 西川地形铜 这是多么重要的东西 本来张松把他带来 想献给曹操 哪儿屯粮 哪儿伏兵 在上边都画得清清楚楚 千金难得呀 今儿个曹操如果要降阶相迎 治九款贷 张松就把这图献出去了 嘿嘿 张松一想 这倒好啊 看来这个曹梦德呀 是图有虚名啊 我呢 也白费了一片苦心 曹操本来就够招张松生气的了 听藏生这几个人呐 嘻嘻哈哈又把张松给奚落了几句 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使臣 你怎么见我们丞相一点不客气啊 我们丞相看你是远路封臣来的 不然就把你治罪了 你呀 办不了什么大事 快回去吧 张松这气 他把听堂上站着的这几个人挨个打量了打量 冷笑了一声 我川中无铲宁之人呐 这话刚说完 就在听堂下怒恼了一位 诶 张松何出此言 如川中不会铲宁 难道说我中原有铲宁之人不成 这铲宁是怎么回事 就是鞋间产秀花言巧语 奉承拍马 当面说好话 背后耍阴谋 张松说我们西川呢 没有这样的人 当然人家不爱听了 哦 你那没有 我们这有吗 这人说着话一撩袍子筋 是走进了厅堂 张松举目这么一看 呦 此位一表堂堂啊 就看他生的是单眉细目 冒白神清 张松一抱拳 请问 阁下尊姓大名 这位微微一笑 余下不才 姓杨名修 自得祖 哎呦 是一位有名的人物啊 张松早就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 就连当初击鼓骂曹的 迷衡迷仲平 都承认杨修是个有学问的能人 那迷衡服过谁啊 他亲自跟皇祖说过 说是整个的许昌只有两个能人 一个是孔荣 一个是杨修 感情就是这位啊 杨修的名气很大 说此人博学能言 致实过人 而且还是一位很出色的 蛇变之士 是当初朝廷中太尉扬镳之子 张宋想 今天你不是出面了吗 我就得想办法把你难倒 让你认识认识西川的智世人人 想到这儿 冲他点了点头 微微一笑 哦 久仰久仰 能在此幸会 真是我张永年三生之幸 张先生过奖了 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 来咱们外书房一序 杨修这个人确实有学问 财学很高 但是他可有点小毛病 什么毛病 他爱偏财啊 就是有意无意的 总来在人前显培显培 透着他知道的比别人多 刚才他听张松跟曹操那一对话呀 他就觉得张松这个人不一般 特别是刚才那两句话 是话外有音 语带饥讽 杨修啊 想制制张松 说着话 杨修把张松让到了外书房 分宾主落了座 啊 张先生 数到其去 远来劳苦啊 你很辛苦 张松摇了摇头 我奉主之命 随赴唐蹈火 也在所不辞 哦 张先生 我久闻西川 可是没去过 不知道这蜀中风土如何 张松一听你问的好 我今儿让你阳修啊 了解了解我们西川 哈哈 德祖先生 您今天既然下问 我只得是直言相告了 蜀为西川 古号一周 路有锦江之险 地连剑阁之雄 回缓二百八成 纵横三万余里 鸡鸣全废相闻 市井屡言不断 田匪地貌 遂无水汉之用 国父民奉 是有管弦之乐 所产之物 富如山姬 天下 莫可及也 呵 张松把西川夸得像一幅画似的那么美 他不是夸 西川这地方是真美 张松说我们西川 是地大物博 土地肥沃 国父民奉 安居乐业 哪儿也比不上这儿 西川号称天府之国 这天府之国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这地方自然条件优越 形势显固 物产丰富的地方 所以叫天府之国 张松跟杨修说这话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的西川 不单富足 而且地势十分显要 也是军家必争之地 这个地方从军事上来讲是进可供 退可守 谁都想得这地方 但是他可得不去 张松几句话说的杨修的脸色有些缓和了 不像刚才了 沉着个脸 脸上带着不悦之色 现在这几句话呀 把杨修给说高兴了 哎呀 张松先生 我请问你 蜀中人物如何呀 就是说你这地方不错 可是你那儿都有什么能人呢 张松听杨修问到人物了 他是面线得意之色 得走 我们西川文有相儒之父 无有福波之才 亦有重景之能 不有军名之音 九六三教出乎其类 拔护其翠者 不可圣祭 其能尽数啊 你不是问人物吗 我们西川的能人可太多了 要论文才 那得让司马相儒 西汉时期的大慈父家 司马相儒自长卿 乃蜀郡成都人士 住有紫须父 尚林父等等 无有福波将军马源 就是西梁马超的那位祖先 气顿霄啊 刚才坐的这孩 那神气可挺大呀 现在听了张松这番话 差多了 他微微一笑 哦 永年宫 请问现在西川刘继玉手下 像永年宫这样的人才 还有几人 哎呀 我西川文武全才 智勇足背之势 动一百数 张松合足一论 像我这样的不才之辈 在我们西川是车在斗梁 公在西川身居何职 哎呀呀 更提不到了 我是滥冲别价之刃 甚不称职啊 就算赖于数数吧 哎呀 张松一想杨绣问了我半天了 我也该问问他了 松不知杨先生在相府官拜何职 啊 杨绣一共守 现在我是丞相府中的主部 哦 哎呀呀 张松吃了一惊啊 他这一吃惊啊 杨绣觉得很奇怪 杨绣觉得很奇怪 听说这怎么回事啊 我跟他抱了官衔了 他怎么面带讥讽之色呀 永年公 您这算何意 啊 杨先生有所不知啊 我张宋远居西川 可是我久仰杨先生的大名啊 您乃名门之后 太为杨镖之子司空杨镇之孙 一门出六相三宫 世代三英啊 您怎么不服天子立庙堂 而区区做相府门下一例呢 哎哟 张松这一番话说的杨绣是满面羞残呢 杨绣怎么不好意思了 他为什么害臊 人家张松接了他的老底了 说你们家呀 世世代代 都是大官僚 尤其是你父亲杨镖 在凭李觉郭寺之乱的时候 杨镖在皇帝面前推荐的曹操 李觉郭寺把朝廷闹了一个乌烟瘴气 谁也制服不了了 当时杨镖上门 让皇帝啊 从山东把曹操请来 曹操平定了李觉郭寺之乱 后来呢 驾姓许多 就把皇帝啊 给搬到许昌来了 后来曹操做了丞相了 按说应该报答你父亲杨镖 不但没报答 还把杨镖给贬了 曹操对你们杨家这样 你反倒跑到他这来 给他管账来了 和张松这嘴说话跟刀子一样 人家杨绣啊 本来是掌裤主部啊 主管君政前梁 那是个重任 这个主部按现在的职务解释 就是秘书 要按杨修来说 当时他在曹成像府中 他快赶上秘书长了 可是让张松这一说呀 快把他给说没了 他脸上能挂得住吗 杨修强作孝颜 勉强孝了孝 佣年功 我在相府随居下辽 可是丞相 唯以君政前梁之众 早晚多蒙丞相教诲 极有开发 故就此职啊 曹丞相对我 还是很器重的 对我也重用了 我呢得到曹丞相不少的帮助和启发 张松一听 算了吧 我早就听说过 曹丞相这个人呢 他是文不明孔孟之道 吴不达孙吴之机 他全凭自己这点权术 窃具丞相要位 他对你怎么会有启发呢 这个人呢是文不通武不济 就会玩全术 对你呀 绝谈不到重用 更谈不到启发 你这是瞎说 另外你们这位曹丞相 他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 这句话说的杨修可有点不太高兴了 什么 我家丞相无才 来人呢 杨修一招手 姐外边叫进两个家人来 把书箱打开 家人把书箱打开了 杨修过去 规规矩矩的 由他里边拿出本书来 俩手捧着 捧到张松的跟前 永年宫 请看 这就是我家丞相亲笔所重 说着把书递给张松 张松把书接到手里这么一看 梦得新书 嗯哼哼 杨修把胸膛望起这么一挺 不错 这是我家丞相 仿孙武子十三篇所作 里边都是些军事机要的要法 用兵之道 写得清清楚楚 怎么样 你能说我家丞相没有才吗 杨修说这几句话 不知道张松听见了没有 他只见张松 把这梦得新书掀开了 是一篇一篇的掀 是一篇一篇的看 由头看到尾 看完了把这本书啪 往桌子上怎么一扔 此乃超稀之作 我鼠中三岁顽童 皆能背诵 怎么能谈得上是新书 这是战国时期 吴明氏所作 不过被你家丞相 盗窃以为己能啊 只能满哄足下 哎呀呀 差点把杨修给气晕了 心说张松啊 你这么大的一位西川使臣 你说话也太不注意分寸了 怎么能说这本书 是我们丞相抄袭来的呢 哦 合着我们曹丞相剽窃啊 此书乃我家丞相之秘筑 未传于世 从来没公开发表过 永年公说 鼠中小文皆能背诵 你这不是骗我吗 怎么 杨先生 我说这话你不信吗 我当然不信 那好 你拿着这本书 我给你背诵一番 你听听 呵 杨修一听悬了 就你刚才过目 看了这么一下 你就能背下来 好 杨修也堵生气了 他把孟德新书 往手里这么一拖 请功背之 你背背我听听 张松坐在那儿 眼观鼻鼻子口口 问心不慌不忙 把孟德新书是从头至尾 一篇不缺 一个字不少 汤汤汤 全背下来了 杨修啊 傻了 张松这什么脑子 电脑吧 呵 后汉时期没电脑 神了 一目十行 过不成松啊 走马观碑 不及张松啊 想不到西川竟有这样的人才 哎呀呀 刚才张松说的明白 像他这样的人才 在西川啊 车在斗梁啊 有的是 这可真是古怪形容义 庆告体貌书啊 语清三峡水 目是十行书啊 人不可貌 像海水不可斗梁 方才杨修 慢带了人家张松 太失礼了 给人家道个歉吧 杨修想在这儿把书旺转上这么一放 恭恭敬敬给张松实力礼 是方才 杨修少礼 请功莫怪 永年功过目不忘 真乃天下之奇才也 我当再见曹丞相 请您在这儿少做片刻 我呀 在我们丞相跟前 推荐推荐您 说着杨修吩咐家人 准备韭菜 您先一人坐这儿喝两杯 我是去去就来啊 说完了 杨修夹着这本孟德新书 就搬后堂来了 一见曹丑 哎呀 丞相 十方才您在厅堂之上 为何如此慢待张松呢 哟 曹丑一愣啊 心说杨修这儿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事来了 啊 张松再见我的时候 你没有在 他说话语言十分傲慢 出口不逊 我故慢之 我白搭给他 这个人太狂妄 哎呀 丞相 当年您都能荣得弥衡 为何荣不得张松呢 杨修这话问的对 说当初弥衡敲着鼓骂你 你都能容忍了 今儿干嘛对人张松这样 哎呀 得祖 那不一样 丞相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弥衡有真才实学 他写过好多文章 而且传播于当今的 我问你 张松会什么呀 哎呀 丞相您不知道啊 张松可是一位奇才呀 方才张松在厅堂上顶创您 我也听见了 我也很不高兴 我想把张松带到外书房 说几句叫他听一听 我殉倒他一番 没想到让人家把我给说了 这个人说话口若悬河呀 我看此人浮隐珠记 胸藏锦绣 博文强记 事所罕有 他知道的事太多了 那脑子都神了 您看这个 说了杨修把那本书捧过来 曹翠一看这是自己写的 孟德新书 你给他看过吗 我给他看了 他只看了一遍 人家就全记下来了 而且由头到尾给我背了一遍 是一个字都不差 他说这本书啊 杨修不好意思往下说了 曹翠一看 得走 有话说下去 他说这本书怎么样 他说这本书 哎 何必这样吞吞吐吐 你就说嘛 丞相恕罪 直管将来 张松说您这本书是抄袭的 这不是您写的 这书啊 是战国时期无名士所著 就连人家西川的三岁儿童皆能背诵啊 啊 拿来我看看 曹翠伸手把这书接过来 这自己写的呀 一笔一划呀 怎么会抄袭的呢 竟有这等事 岂有此理 杨修一看坏了 丞相生气了 丞相您别动怒 我也不信 这怎么能是抄袭的呢 我就让张松背 可他就 他就背下来了 您想 哪能这么快 就是一目十行 也记不了这么扎实 真是神人 奇才 杨修的意思是想给曹操消消气 您别生气 我不相信这是抄袭的 不过我很佩服呢 张松这头脑 但是他这一说呀 曹操听反了 听那意思 好像是这张松啊 看过兵书多次 那么拿过曹操这一看呢 马上啪啪啪就能背下来 合着我这还是剽窃来的 难道我住的兵书 与古人暗合 曹操越想越生气啊 三把两把把书扯碎了 吩咐从人 烧了 曹操这兵书烧得太可惜了 其实啊 曹丞相还真不是抄袭来的 他确实参阅了大量的兵书战策 根据自己实践作战经验 写成了这么一本书 就因为杨修这一片财 张松这一傲气 曹操赌气把这本书烧了 所以曹操的军事著作呀 只留下些残篇很不完整啊 当时曹操烧兵书啊 把杨修腾得直跺脚 他想从那火盆里把那书抓出来 那来不及了 曹操一看 得祖你不必租拦了 烧了算了 不但把这本书烧了 连底稿全烧 好嘛 连根掘了 丞相您干嘛堵这么大的气 我说这个张松啊 脑子确实是好 算了 你别再夸他的脑子好了 我本来想把张松赶出许昌 既然你说他过目成颂 一目十行 有这么大的财血 那好 明日你领着他到教军场 看老夫操演人马 让他见识见识我那盛大的军容 随后再把他打发走 打发他回去 让他给刘张带个信 等老夫下了江南之后 就来收取西川 杨修说了声尊命 就退下来 第二天吃过早饭 杨修陪着张松 来到了教军场 到了教军场 举目这么一看 哎呦 好大的气派 曹操今天点齐了 虎卫雄师五万 布满了大半个教军场啊 那是盔甲鲜明 衣袍灿烂 筋骨震天 隔毛月日 四面八方 惊奇阳彩 人马腾空 曹操高坐在 贬将台的正居中 左列文官 右排武将 曹操向怀里抱着 领旗领剑 收年长须 看了一眼张松 嗯 曹操一愣啊 怎么了 只见张松站的那会儿 是邪目而视 看着曹操这些军马呀 都没拿正眼看 曹操一点手把张松叫过来 张永年 如春中可曾见过此雄狐之师 你们那儿有这样的威武的人马吗 张松冷笑一声 我蜀中不曾见此兵阁 但以仁义之人 我们西川讲仁义 不讲穷兵独武 呵 曹操一听 腾这火就上来 气得脸多点变色了 首年常然是怒目而视 瞪着两个眼睛 瞅着张松 张松啊 脸上没有丝毫聚色 一点也没害怕 急得杨修在旁边冲张松 指使眼色 那意思张先生 您可不能这样啊 你处怒了曹公 他就把你杀了 你赶快客气客气吧 不管杨修怎么打手势 使眼色 张松啊 一眼都不瞅他 对曹操是白眼相还 你瞪我不是吗 我也瞪着你 这叫臣不辱命 外交官嘛 就得有这样的气魄 你胡说 曹操一瞧喝 行啊 这张松有点胆量 哼 我是天下鼠辈 如曹剑 大军到处战无不胜 攻无不拒 顺我者胜 逆我者亡 如支支云 你家曹丞相的厉害 你知道吗 张松听得这会儿 哈哈大笑啊 哈哈哈哈 久仰久仰 丞相驱兵到处 战必胜 攻必取 张松素之啊 丞相昔日 铺养供旅 不知时 晚成战张秀之 赤壁于周朗 华容封关于 隔须气袍于铜关 夺船 避见于渭水 此计无敌于天下也 这张松 在广听大众的面前 他把曹操这些丢人现眼的事 都给说了 曹操气得差点来个倒折虎 趴在地上 气得他大叫一声 树如阴敢 结果短处 他贺令左右将张松 推下边降台 斩头 且慢 杨修过来给拦住了 丞相站不得呀 松随可斩 奈从蜀道而来入供 若斩之恐失远人之心 人家这么大老远 来入供 来投您 您把人给杀了 边远的那些人 听说之后 谁不伤心 谁还来投奔您 曹操怒气未消 吩咐一声 将狂徒张松乱棒打出 一顿乱棍 把这位张先生 由教军场给打出来了 张松回到了驿馆 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窝囊 气得晚饭都没吃 半宿没睡觉 天还没亮 把跟随他的从人都叫起来了 走 咱们离开这地方 收拾东西 连夜出城 来到城外 张先生为难了 这样回去吧 见刘章怎么交代 待在这 这草族特意的无礼慢人呢 去也不是 留也不是 这可真叫人是进退 两难